王德斌和魏晉身 兩位型男最近又再度合作 一起接拍廣告 這次他們現身記招 這次德斌飾演Jeffrey的孫仔 身為音樂人的他 在未來穿越時空 回到現在找爺爺做音樂 德斌說現實中追尋的音樂夢 終於在廣告中圓夢了 他真的因為他耳朵 所以其實之後都沒有考慮 真的去夾樂隊做音樂 對 還有那時候的條件 因為你要掛著賺錢 你也很難抽到時間 因為音樂也要花點時間 當然我也很佩服一些 一邊工作一邊很堅持玩音樂的人 真的覺得很尊敬 他們真的非常好 甚至可以很刻苦去 在香港玩音樂也是很刻苦 你要記住 你想玩音樂很刻苦 即是你這樣會欣賞我 對 看你玩成怎樣 得到德斌的鼓勵 Jeffrey說未來 也想跟德斌夾樂隊玩音樂 他又說說對自己的音樂 沒有太大要求 所以沒有任何的壓力 你知不知道是否現在 都開始做Dep preparation 就是可能學唱歌 那些東西 對 上年都在學習 所以就… 練習好一點才… 出就可能會好一點 對 我也聽過 都挺暗得人睡的 還可以的 這些不是激勵的說話嗎 對 這樣很多類型 對 其中一個龍魚 OK的 大家也想給Jeffrey培訓 那些音樂 放鬆一小時的音樂 十二月 德斌就會為舞台劇演出 他坦然這次心情異常緊張 另外Jeffrey 接下來要為電影演出 學開真窗 經驗豐富的德斌 就向後輩交流 記得要管理好面部表情 非常大壓力 每次說起 我都立即在這裡出一出汗 是 你覺得最大的難度是甚麼 其實各方面 因為你始終都是現場 是 你台詞也好 或者對演出的狀態 各方面都很需要 有很好的準備 是 所以… Jeffrey正在做一些動作 戲比較多 是… 現在需要做甚麼練習嗎 要 要練習長槍 開實彈的 所以就… 很期待 你開槍 好厲害 別走 什麼… 什麼一隻來打 你有經驗嗎 因為我怕 後助力會很強 人們說甚麼開得多 就會在這裡有魚 不像你那麼健成 你開20槍也沒問題